古文观止 卷六 汉文 论贵素数 海海爸爸制作 论贵素数 西汉 朝措 圣王在上 而民不动机者 非能耕而似之 之而亦之也 未开启资财之道也 故瑶 于 有九年之水 汤 有七年之汉 而国无捐吉者 以蓄姬多而北先俱也 今海内唯一 土地人民之重 不必汤 于 家以无天灾 数年之水汉 而蓄姬未及者 何也 地有一利 民有余利 生谷之土未尽垦 山则之利未尽出也 由石之民 未尽归农也 民贫 则奸邪生 贫生于不足 不足 生于不农 不农则不地着 不地着 则离乡倾家 弥如鸟兽 虽有高成身池 言法重刑 由不能进也 浮寒之于衣 不带清暖 鸡之于食 不带甘齿 鸡寒至身 不顾廉齿 人情 一日不在食则鸡 中遂不至衣 则寒 浮腹鸡不得食 浮寒不得衣 虽此母 不能保其子 均安能已有其民在 民主至其然也 故雾民于农丧 伯复连 广续姬 以食苍林 背水汗 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 所以慕之 驱力如水走下 四方无则也 辅诸欲金银 鸡不可食 含不可依 然而众贵之者 以上用之故也 其唯物轻微异藏 在于把握 可以周海内 而无鸡寒之患 此令陈青被其主 而民亦去其乡 盗贼有所劝 王陶者得轻资也 宿米不薄 生于地 长于石 聚于利 非可一日成也 树旦之众 终人福生 不为奸邪所利 一日福德 而饥寒至 是故明君 贵无谷 而见金玉 金农夫五口之家 其福役者不下二人 其能耕者不过百亩 百亩之收不过百丹 春耕 夏云 秋获 冬藏 拔心桥 至官府 己摇曳 春不得避风尘 夏不得避暑热 秋不得避阴雨 冬不得避寒冬 四时之间 无日休息 又私自 宋莽迎来 吊死问及 养姑长幼 在其中 秦苦如此 尚父被水汗之灾 急症暴虐 复脸不实 招令而目改 当具有者 半价而卖 无者 取备衬之息 于是有卖田宅 御子孙 以偿债者已 而商骨大者积住备息 小者作劣贩卖 操其其营 日游都市 承上之急 所卖必备 故其难不耕云 女不残枝 一臂文采 十臂粮肉 无农夫之苦 有千百之德 因其父后 交通王侯 立国立士 以立乡亲 千里有傲 棺盖相望 成奸侧肥 与私夜岗 死伤人所以兼并农人 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今法律界伤人 伤人以富贵矣 尊农夫 农夫以贫贱矣 故俗之所贵 主之所建也 立之所卑 法之所尊也 上下相反 毫无乖无 而欲国负法力 不可得也 方金之物 莫若使民勿农而已矣 玉民勿农在于贵宿 贵宿之道 在于使民以肃为赏罚 金木天下入宿献官 得以败决 得以除罪 如此 妇人有决 农民有钱 素有所谢 福能入宿以受决 皆有余者也 取有余 以供上用 则贫民支付可损 所谓随有余 补不足 并出而民利者也 顺于民心 所不者三 一曰 主用族 二曰 民富少 三曰 劝农工 今令您有车骑马一匹者 富足三人 车骑者 天下五倍也 故为富足 神龙之教约 有十成十刃 汤匙百步 代甲百万 而无素 不能守也 已是官之 素者 亡者大用 正之本物 令您入宿受决 至五大妇以上 乃妇一人儿 此其与骑马之功 相去缘矣 觉者 尚之所善 出于口而无穷 素者 民之所重 生于地而不乏 福德高觉于免罪 人之所甚欲也 使天下人 入宿于边 以受觉免罪 不过三岁 塞下之素必多矣 快来关注 订阅我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